3月13日,成龙出席活动,头发胡子全白了,便让网友感慨,成龙怎么这么老了,当天成龙以卢州老教国教,1573文化传播大使的身份,现身卢州老教封藏大典,成龙当天穿着黑色中山装,戴着眼镜,笑容满脸的和大家分享久文化,还不断和台下的粉丝挥手致意,十分热情,可是他头发胡子全白了,笑起来也是满脸皱纹,可之前的变化太大了,还有人表示成龙大哥真的老了, 我的青春也是去了,要知道很多8090后,就是看着成龙的电影长大,如今这些8090后也已经笨三笨四,连观众都老了,成龙又怎么可能不老了,大家纷纷感慨,我也该认老了90后真正步入中年了,其实网友之所以说成龙老了,除了因为他花白的胡子和头发,也因为他的神态,在活动现场,成龙透着一股浓浓疲惫和沧桑,都让人感慨这位老大哥正是晋升为老大爷了,其实就在几天前,成龙的好友 就说鸟山明去世了,3月8日,知名漫画家鸟山明病逝,享年68岁,成龙和鸟山明互为粉丝,成龙喜欢看鸟山明的漫画,鸟山明更表示没有成龙就没有阿拉蕾,鸟山明去世后,成龙还晒出两人合影缅怀,除了鸟山明,成龙曾在五年内送走11位圈内好友,如陈自强,方亦华,金庸, 陈沐胜,廖启智,杨胜,李兴等,看着故人一个个离去,想必成龙的内心也被十分悲凉吧 相对而言,72岁的张继中,显然状态好得多,日前其42岁的娇俏环关宣怀四胎,迎来一片祝福 娱乐圈长江后浪推前浪,后浪源源不断涌入,前浪渐渐淡出大众视线,但也有一些老一辈的艺人,如长青树般一直活跃在娱乐圈,仿佛永远都不会老一样,当他们突然老去,网友自然难以接受